其實做導遊時都有些出團費 大概是800元左右 其實每個月大概有2萬多元的收入 前年的社會事件時 其實客人的數量都已經不斷遞減 到去年的春節的時候 其實打算剩下一些 過年時會有些客人過來的時候 誰知一個疫情打下來 根本是斷崖式 所有都停了基本上 你說沒有收入了 你說有什麼影響呢 不斷在這裡我們叫做食老本 用緊的積蓄 以前我們好天生買下雨柴 誰知燒一下燒一下都差不多燒光 現在差不多要很多我們的同事 都變成了資產 之前政府都有推出一些 為及旅遊業界的一些防疫基金 譬如說防疫抗疫基金 旅行社鼓勵計劃等等 會不會你覺得有沒有遺及到 你們這一班旅遊從業員 如果對老闆來說就會有支持 對前線的員工來說 其實我覺得幫助不大 不過只是說一句有好就沒有 因為在申請的過程裡面 其實都有一些不公平的事情發生了 所以不是每一個旅遊從業員 或前線的導入領隊是拿到的 因為我們要證明我們工作 六十人但很多公司沒有部團 他就不幫你寫工作證明 所以其實很多人都申請不到 其實之前有好幾次都提過 都希望政府有叫做失業的貸款 不是幫你拿 只是借的 我們都不想著不還 可能是借幾萬元而已 你現在派都不知道 但是派不適合位 你給多些支援 所有的導入領隊去上個課 去拿回一點資助 這樣我覺得這些要做一下 因為接下來 整個旅遊在轉型 整個文化在轉型 幫助 不要讓它自然流失 有很多魔力 你會試試試看 而是一個小學 在鎮中進行 東京 西朗 西朗 東方東網 綻放光芒 東方報業集團同人鞠躬